就是那個清源療癒所的攤主這樣 ok 然後 其實每次在介紹自己的時候都不知道要講什麼 就是很多時候都是先幫自己貼一些標籤 然後再去 讓對方懂這樣 那其實我的主業是玩這樣 不是你們看到的在台上唱歌啊 寫歌也都是我的副業這樣 我還是覺得好好的照顧自己 想要療癒自己啊 然後還有幫自己過好好的生活 那才是最重要根本的事情 所以很多人就說那個你的按摩或推拿 我自己很愛按摩推拿 那個是副業這樣 然後人家都說那個是輔助技能 後來覺得不對 那個是正直 因為那個才是好好照顧身體的開始 所以按摩或推拿應該才是我們 真的陪伴我們身體一輩子的東西 然後下一首歌呢 就是我在台北有點厭世的時候寫下來 有人在家 就還那個是很開心的心情 但到了台北就 天啊怎麼那麼多廣告 就每天看著那個捷運的後面啊 很多背板就是可能有那個 買用用房子代替戒子 換你幸福一輩子這樣 然後就想到天啊 你花了一千多萬買一個房子 然後你真的會幸福嗎 你接下來可能還要貸款很久 當然如果你本來就兩三千萬 那沒關係啊 那如果你是真的很拼很努力去月入三萬塊 四萬塊這樣要累積個幾百萬幾千萬 那真的是很辛苦的事情 看著就不禁為那些人探了一口氣 就很擔心 怎麼會 就願意就這樣幾千萬就就砸在台北 然後去買一間可能只有五六坪大的 在台北一千萬可能就是很小的房間 那就覺得為他們擔心 那那時候也覺得很不爽 怎麼每個商人都在跟你要錢 而且整個 整個台北捷運站 可能就幾千面的看板這樣 然後你在回家的路上 上班的路上啊 或者是千萬你想要去玩的路上 你都會被迫要看數百季的廣告 然後看到就很沒送了 就連FV打開Messenger打開也是廣告 然後就很想要對他罵幹 然後最可怕的就是那個廣告可能就剛好是你有興趣了 對那個這個機車 像最近他都會跳很多音源 音源就是鋼琴音色 然後每次跳出來 我想要聽聽看 然後點開一看 好聽耶 然後看一下價錢 五十九塊美金 幹 就是天啊 就是怕怕這樣 然後 因為之前已經買很多了 現在就不是很敢買 然後他們 還會可能過兩三個禮拜 知道你有在看啊 他就會突然跳出個打折 就直接減二十Percent 然後 因為這種東西就是沒有 在網上買 就直接download下來 然後那個都很快 就是你按一個鍵 然後你就會獲得那個音源 就是他連記都不用啊 然後你就刷個卡 所以那真的是很可怕的事情 然後就寫這首歌 然後也拿來表我們的這個 資本主義的社會 好 教你們怎麼唱副歌 超級簡單 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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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你的錢 好 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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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你的錢 好 好 那如果會的話可以加手勢 等一下就伸出來 收 然後跟隔壁要錢 哈哈